职场上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问题和应对许多挑战 难道不正是实力和专业的知识 让我们可以在工作上一帆风顺吗 确实那就是实力的功能 但是很多时候在职场上面的交流 很讲求第一面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有像我这样子英俊的外表 讨喜的形象呢 那大家都愿意打开耳朵去聆听你讲话 这不就是形象的功能吗 那你就错了 如果第一面那么关键 为什么很多选美小姐开口说了不怎么样的话 就随时输掉了比赛 难道不是充实的内容更重要吗 太好了 这真的是 就是好了 最好 更好 化了 化了 我们都知道在职场上面除了地面之外呢 其实相处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拥有良好的形象 人家跟你相处起来特别的逾约 这不就是形象更重要的表现吗 我猜他等一下一定会讲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 不对 当我们说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 为什么说是见人心不是见人面呢 可见还是充实的内涵和知识更重要的 是的 要路遥才能见玛丽 但是如果你没有良好的形象的话呢 别说见人心 连日久你可能都熬不过去啊 所以可见是不是形象更重要呢 工作上就是要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当然靠实力啊 难道要靠减肥做肺舍做指甲吗 对方便有 你真的是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再不省觉 继续地吃下去的话 未来的路就很难走了 职场上当然实力更重要啊 又成你有今天的成就 不也是因为你的实力 口才好 智慧高吗 你错了 一直以来我就靠我这张俊俏的脸孔 六块腹肌的身材 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成就 我靠的就是姿色啊 你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我可以成功 也是因为靠的是实力 如果你说形象更重要 那我给你十秒钟来告诉我 究竟我是靠什么形象取胜啊 太简单了冲安姐 你知道你头大 眼大 鼻大 嘴大 胸大 腰大 脚大 所有大 还有很多大 还有 还有 对方便有说在职场上面要历久不帅就要靠实力 但是你可不可以举出几个十几二十年来都是靠实力 然后历久不帅的呢 当然有很多咯 就好像那个圆龙平方明杂交水道也不是靠样貌的 这个曼德拉追求民主二十年同样不是靠装扮 还有那一个 呃 那 那 那一个 啊 啊 那一个 呃 呃 资设 有过江帅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